花莲市主商社区发展协会响应市公所任养路灯的活动 在里长廖大庆号召之下 和里民们共同捐赠了11万元任养市区有110盏的路灯 市长魏嘉燕亲自颁证感谢状 感谢里民们的爱心为花莲的市民照亮安全回家的路 花莲市主商社区发展协会为响应市公所路灯任养活动 在里长廖大庆的号召下 与里民们共同捐赠11万元整 任养市区110盏路灯 为市公所路灯任养活动增添一大助力 当了里长之后当然看到市长的努力 那还有我们社区一直都在响应 我们来支持路灯任养 那陆陆续续的开始一年比一年的多 今年路灯任养任养了110盏 那也非常谢谢市长对我们花莲市 我们主商里的照顾 在未来希望能够有这个平安灯 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来一起任养 而市长回家宴也亲自颁证感谢状 感谢里民们的爱心为花莲相亲照亮安全回家的路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主商社区 那除了我们在据点慰问长辈之外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主商社区的我们廖大庆里长 在今年度特别的捐赠110盏的路灯捐赠给华林施工所 那其实廖里长每一年都有在做这个捐赠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真的是还是要特别的来此 那跟我们的我们主商社区说一声感谢 那其实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不管是企业 或者是我们的据点甚至于我们个人 我们都希望大家有钱有闲有能力 都可以来到华林市公所做路灯的一个任养 市长回家宴表示华林市的路灯有8900余展 光是电费及管养费用每年就要将近2500万元 感谢各界的热情响应减轻市库的财政负担 以每年每一展路灯1000元的方式自选任养路段 而收据也能作为所得税扣脚捐赠之用 欢迎有意愿的民众可以洽巡市公所财政客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